这种乡间小路是首尔看不到的景象 印字上的网绘也特别喜欢来打卡 它能拍出一些特别好看的照片 还有情侣一起来拍情侣照的 远离城市的喧嚣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了这个生态洼地 地广人稀 风里都是一些青草的味道 那边是一片湖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江源道是韩国的东海岸 我刚查了一下 湿地有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就是保护海岸线 防止海水进入内陆 生态环境的水循环当中 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第一老师说错了不要打我 今天天气好晴朗 现在要去那个韩国的东海岸 穿过静谧的小树林 我们又来到了东海的海边 咱们就是说这个静谱海边这个风 真的不是盖的 我的发色和沙滩里的沙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经过了树草有点饿了 现在找点吃的 馅也是真的鲜 嫩也是真的嫩 做饭吃起来超好吃的 米肠说是要跟这个东西一起吃 放了很多白胡椒粉 好顺气 就我发现韩国除了首尔之外 基本上所有地方的服务员都是中年打上的 很少年轻人 非城市人口老龄化和蛮严重的 但是与此同时你就会发现 是个很温暖的地方 很有生活的气息 现在要去那个听说路上都是冰哥哥 高城是韩国最北边城市的最北边 现在就到了这个统一展望台 没有看到这边这个小岛 这小岛另外一边就是北边的朋友 用这个小望远镜看看北边的朋友 可以看到哨所警戒线和平那个院 然后这边就是高城望谷寒屋 然后你看一下那边是山 然后山脚下就是这些民房 然后里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 一般来说根据我们的经验 这个就是最适合一个村落的行程的基本条件 所以说如果想体验那种黄土寒乌村的话 可以来这边比首尔便宜很多 如果问我最喜欢的自然景观是什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 是大海 这也是我喜欢江源道的原因 因为它拥有蔚蓝又广阔的海岸线 没有边际 当海浪承载着你的梦想 仿佛永远没有尽头那样翻滚着的时候 就会瞬间又无穷的力量 依靠一些大战的能量自愈 这大概也是旅行最本质的意义 波司